鼓勵長輩打疫苗 臺中市政府宣布 即日起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不管是來打第一 第二 第三劑 都能夠領到一千元 不少基層診所表示 有接到許多的預約電話 聯講者一大早就來到診所報導 指名要打莫德納疫苗 因為臺中市政府宣布 二十八號起六十五歲以上 長輩或原住民五十五歲以上 只要來打新冠疫苗 不分一二三劑 除了能領到中央五百元禮券 再另外加碼五百元現金 總金額一千元全台最高 順利催出打氣 另外不限國別戶籍 即日起民眾只要打第三劑疫苗 就能獲得福袋一份 內含商家折扣優惠 也有人衝著福袋出門 非常好啊 因為可以保護 然後又可以領獎金 一種鼓勵 小信信就對了 對對對 臺中市目前注射率 第一劑達百分之八十七 第二劑百分之八十一 第三劑百分之四十八 市府祭出好康 鼓勵踴躍接種 加上二十七號 全臺疫情本土飆升到八十三例 是去年六月十七號 八十八例以來 本土案例第二高 基層診所表示 民眾危機意識明顯提高 上午接到許多預約電話 長輩打疫苗領一千和領福袋措施 將會持續到五月中 由於金民連假即將到來 衛生局呼籲民眾早打疫苗 提升群體保護力 記者 民風碰安全 台中報導